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记得他骂了蛮多老师的 看他在《之舞》在编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企图心 迈闹了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迈闹了啦 我是迈克 那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解析 这个《街团传师》第二季里面 由八位队长呢 用同一首歌编出来的舞蹈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为什么到最后会选择巴达利的舞蹈 OK 在那之前呢 我可以稍微跟大家解析一下 就是这阵子 最近的这个实际节目 其实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其实韩国的娱乐产业文化 一直都是一个很完整的 在这个他们的产业里面 并不是代表的意思是说 台湾做得不好 其实台湾也做得非常好 在近几年 尤其是像比如说《森林之王》啊 或者是一些HipHop的选秀节目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做得非常好 大家有机会 也可以稍微支持一下台湾的产业 因为台湾的产业真的很棒 因为台湾的产业真的很棒 好吗 OK 所以 我觉得近几年的节目啊 甚至我敢说 韩国在近这几年做的一些舞蹈节目 甚至不会输给 我觉得不会输给 欧美那一边的 节目 实际节目 好那我们第一位来就来看 Hello 老师舞 我蛮喜欢他的最后ending的 叠在 也不是叠啊 我蛮喜欢他最后ending 坐在地上的那个样子 是很帅的 对 但我觉得这支舞 可能对于其他的老师来讲 复杂程度会偏很多 对 所以 当然这支舞 我觉得好看 一支舞要好学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状态 两个分类去看这个 这支舞 比如说 用老师的眼光看 跟用学生的眼光看 通常呢 学生是 如果是比较初阶的人 他们看这支舞 他们会觉得非常复杂 跟难度很高 是一个不好跳的舞蹈 那以老师的状况来讲 如果我是这个比赛的老师 我看到这支舞的话 我可能不会选择 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结构相当的复杂 当中节目上面 也有一些其他老师提出来说 为什么这支舞 没有跟着歌词的感觉走 有啦 其实还是有啦 它有些奔跑的动作 那个动作其实都是跟着歌词 只是它没有重复性高 那记忆点相对的 稍微有点 没什么印象 跟其中有一位老师讲的 记忆点 好像只有坐在地上 这个帅帅的动作 第二位就是 这个名字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 要怎么念 因为好像韩国人念法 我以后都不太一样 NOB吗 NOB吗 NOB 它都是大血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念 还是牛逼 牛逼 那不对 它跟巴达有个共同点 就是它同样也是 副歌的动作 重复做了两次 然后让它有记忆点 我喜欢它那个转时的动作 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我是 包围里面的其中一位的话 我可能会 会把它作为预备 就是我可能 看完之后 我会想一下 对 那 看其他人的状况在睡 我常常跟学生讲 跳舞没有什么对错 编舞也相对的也是 应该是说 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百分之百的完美的舞蹈 每个舞蹈都有它的小缺陷 只是呢 我们要在这些缺陷的状态下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呢 让它表现得出百分之百的效果 就是百分之百二十的效果 其实跟唱歌一样 没有一个人 他唱歌会觉得说自己是一百分 那这支舞我看完之后 有一个印象 我记得好像在节目里面 骂了蛮多位老师的 原本看到他一直批评的时候 你会很期待说 他这支舞蹈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看完之后 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跟他的风格 跟他本身自己的舞蹈风格 是可能有落差的 他编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是蛮吃亏的 我觉得 在编舞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力道感 然后有些想做的一些 记忆点的环节部分 看起来没有什么逻辑 他可能在其他首歌的风格方面 如果是他喜欢的风格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编得 非常非常棒 我喜欢他拉过来之后 收入那个动作 那个动作卡拍 卡拍卡得蛮好看的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他当中好像歌曲 到一个段落 没有吸烟的动作 他就还是做了一个吸烟的动作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有可能会把 那个原本他副歌要做的 抽烟的动作给吃掉 等于说这个记忆点 到底是在前面要去记 还是要在后面去记 但我个人很喜欢这支舞 同时难度有 然后动作的流畅度 跟动作的完整度 力道感 也是非常非常抓得很好的 所以我个人也是蛮喜欢这支舞的 蛮帅的 Lia Kim的作品我看过蛮多 他其实很多作品都编得非常非常的 然后也是 他也是属于那种 编起来非常好看 而且让人家很容易上手的 一个老师 他跪地板的动作 我是觉得蛮伤膝盖的 没有但是那是 那个动作是有技巧的 所以有技巧的学 只要有技巧的学是OK的 对可惜的是 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印象感 会很快就消失 就是它不会让人家 记得太多东西 其实每一首歌 都每首歌的记忆点 当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分析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分析一首歌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到 寻找这首歌 可以让人家记得的记忆点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编舞老师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像我上礼拜提到的 Badda Lee 他就是把这个部分 抓得非常的精准 开头中间结尾 它的起程转合 是非常清楚的 那Leo King的这个部分 他没有 他很可惜的是 他在这个环节 我觉得这首歌 好像他不是很适应的感觉 所以他编起来 他好像有点吃力 我的感觉啦 我的感觉 不要攻击我 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没有看过他什么太多的作品 但我觉得整支舞编起来 他有点 好像是 没那么认真的 可是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记得他骂了蛮多老师 看他在支舞在编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 好像是没有那种企图心 然后他在自己编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没有把这首歌的点 抓得很好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外国老师的身体的能力来讲 那真的是没话说 我觉得他们身体的 整体的流畅感跟律动感 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而且又好看 其实外国人的身体的构造 跟华人或亚裔的人 其实亚洲的人 他们身体的构造 是有点不太相同的 他们在有些动作上面 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感 这支舞 如果以他的身体来做这件事情 相当的完整 相当的好看 可是要让其他人 跟到 做到跟他一样的感觉 跟一样的风格 我觉得很难 他风格太重 这么重的风格的状态下 你要比他强 利用这首歌 利用他的舞蹈 去表现出比他更强的状态 我觉得很难 所以他一定不会被选择 其实主要来讲 我个人认为 每一个老师 都有每个老师的风格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应该会选 阿坤娜 跟 巴达 其实Note我也蛮喜欢的 其实这三个我都很喜欢 那如果从这三个里面 要再挑一个的话 真的是我 我也会选巴达利 因为巴达利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 清楚 简单 以上的言论 甚至我个人 对舞蹈的看法 看一位好的创作者 本身的编舞艺术概念 就好像看一幅 很美的话 听到一首好歌一样 每个人接受的信息 也会不同 假如你有更好的意见 以及看法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加分享 卖闹了啦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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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